9月汽车投诉榜名单,大中朗逸深至第二,标志408第一,假期结束后,各大榜单将会陆续出来。 9月国内汽车投诉排名在今日正式发布,据车之网统计,9月共受到车主有效投诉信息7427宗,环比8月基本持平,同比上涨了24.7%。 大致情况来看,法系车依然高居投诉榜首,日系车投诉排名持续攀升,标志408月度销量过到1000台,连续拿下投诉量第一也是十分神奇的事情。 车主普遍投诉发动机烧机油,以及轮胎问题,我们发现,标志408出现烧机油问题的车辆集中在2014款、2015款车型,部分车主投诉更换正式皮带后发动机严重烧机油。 齐骏近几个月投诉排名位置攀升,作为一款销量出色的车型似乎不应该出现这种情况,而日产的老问题一直不曾解决,均为变速箱顿挫异响,发动机出现异响,甚至烧机油的异常情况。